由工研院主办的2023国际超大型机体电路技术研讨会 日前在国宾饭店顺大举行 会中除了剖析AI晶片、节能晶片、量子计算及小晶片等发展趋势外 也公布2023 Erso Award 三位得主 我们讲就是说很多工夫是要做马步 所以这些人能够成就并不是突然间出来的 都是他过去相当多的累积的经验 然后努力 尤其是企业的人才 不只是做的东西很好 就是企业会遭遇到的环境变化很大 所以他们还要有一个很坚持的 能够长期的投入 然后又要有创意 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 然后才会被大家看见 所以我想我们虽然很困难 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让利用很多的林选委员 那么他们接触的面也都很广 集合起来 帮我们大家找这样的人才跟这样的公司 让我们大家看到台湾的机会 然后台湾的力量 表彰台湾半导体电子 像奥斯卡的奥斯卡的奥斯卡 科技业的奥斯卡 对科技业的奥斯卡 半导体的奥斯卡 对真的还蛮感谢的 那其实这个是要谢谢我们全球的 圆态的同仁得的奖 其实不是我 其实是整个圆态的同仁拿到的奖 那很开心 可是同时也感觉有压力 因为压力就是要再做得更好 有点惊讶吗 因为我们是软体做AI 我们做非常软体 然后SaaS 跟那个Earth of War Electronic或者是VLSI半导体 其实有一段距离 但是我们软体真的是要靠 大量的computation power 很多的chip chip越强 我们能发挥的功力就越强 所以这样子比起来 我们也是因为有这么好的chip 台湾有这么强的semic conductor 可以让我们即使软体在台湾 我们也可以发挥到淋漓性质 Earth of War 殊荣除了表彰得奖者 在半导体光电领域 行动联网的着着贡献 也期许未来持续发挥卓越才能 协助企业及产业提升竞争力 记者简舒淇 新竹采访报导